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全台车队大扫街 下午进入了最后一站台北市 跟副手搭档萧美琴合体 拉台立委候选人的气势 一路从中校东路开始 热情的民众高喊总统好 并且挥舞着旗帜 赖清德说跟萧美琴奔进合集 最后在台北市会合 呼吁支持者一定要站出来 共同完成最后一礼路 支持者很兴奋 准备好布条 早早就在定点等待赖小沛 赖清德小美琴奔进合集 全台车嫂最后一天 终于在台北市通关 还顺势拉台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一一唱名大力推荐 今天下午我们在台北市会合 也跟巴西优质的立委候选人 在台北市团结在一起 我们呼吁全国美德都能够站出来 我们大家共同完成最后一礼路 让美德赢台湾 也让台湾赢得美 奈销两人举起手来 比个大大的爱心回应民众 车队一路从中校东路七段出发 一路前进到竞选总部 为胜选重出气势 在市区大家纷纷涌上前 双手拿着竞选旗帜 甚至有人一路奔跑紧紧跟随 停下手边工作出门支持 出动应援道具展现对台湾队的力挺 五天的扫街赖清德从屏东出发 一路往北 少美琴则从北部南下串联起来 共同完成最后一礼路 深入大街扫巷 全力拜票声势相当浩大 那清德跟小美琴 任其航更要把这股气势 带给自家小金 不仅总统副总统要高票当选 国会也要力拼过半 卯足全力冲刺 希望赢得最后胜利 清德上黄宇台北报道